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赵本堂先生依次为活动致辞 马丽梅女士在致辞中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活动合作主办方 中国新闻社及中国新闻图片网 其次介绍了当天活动的三个主题 一是影响中国影像大赛的颁奖典礼 二是新春手机摄影大赛的启动 三是中途之眼影像站的成立 马社长提到无星国际传媒 已连续三年在海外华文媒体中排在前列 并承诺将继续为中国话语权和文化传播做贡献 蔡文显先生表示 本次活动通过征集和展示海外华人华侨的影像作品 充分阐释中华文化的魅力 不仅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更加深了海外华人的对祖国的深切感情 并希望胡新传媒能够利用中途之眼 这样良好的资源平台 促进中途两地影像专家和爱好者的深入交流和相互理解 郭利明女士表示 本次大赛通过自然风光 中华元素等主题 展现了世界各地华人生活的精彩瞬间 架起了一座热爱中华文化的人们沟通的桥梁 同时在春节来临之际 这座充满葡萄牙文化历史的宫殿迎来这场记录华人生活的盛会 恰恰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交流 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眼中水象山明的中华大地 渊源流长的人文历史 反映了我们海外华人浓浓的中国情 更反映了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和喜爱的生动场景 中新社副社长王明通过视频向会场发来了美好祝愿 他指出 在大使馆和各媒体机构的有力推动下 影像中国影像大赛葡萄牙赛区活动圆满成功 受到中华两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此外 王明副社长表态 中国新闻社将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 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企业等机构 轻力打造有温度有力量的中国故事 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有无穷的意见 表达了在华侨华人对主机国的深切感情 以及日渐频繁的文化交流 对中华关系的重要推动 中国驻葡萄牙赵本堂大使在致辞中表示 本次影像大赛 是中华民间友好交流的一项积极成果 希望广大旅途侨胞能够再接再厉 继续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他指出 中华之言影像站作为促进中华民间友好交流的一个平台 使馆会全力支持 与各单位一道将站点办好用好 刚才我讲的中华之言 可能是宣传着中国和所在国关系的一个站点 所以是宣传中华友好的一个站点 所以选在葡萄牙 这个是一个是选的对 另外一个是选的好 还有一个有前景 所以是刚才这个马赛尔兰讲 这个是能不能做好 我想一定能做好 接下来分别由乔领代表 使馆代表以及主办方代表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及奖品 一等奖获得者立肖东在发表获奖感言中感谢了大赛评委的肯定与鼓励 并中院活动能涌现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颁奖结束后 活动主持人中国北方桥商会会长陈强宣布2023全球华人新春手机摄影大赛葡萄牙分赛区 正式启动同时宣布中途之眼影像站正式成立 并邀请赵本堂大使 湖心传媒集团玛丽梅总经理蔡文贤会长 郭立明主席朱长龙会长以及刘晓兰会长为中途之眼接台 中途之眼接台 接下来赵大使上台抽出六位幸运观众 可评奖券换取精美礼品 之后由歌唱家徐晓晴小姐献唱 郭立明主席为其钢琴伴奏 共同奉上一曲动人心魄的《我爱你中国》 最后 本次活动与欢乐融洽的气氛中圆满落幕 社长留言 感谢赵本堂大使 中国新闻社 王民副社长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图片网 领事部主任夏婉晴及使馆领导 蔡文显先生 郭立明女士 旅服侨领 葡萄牙华人华侨总会 瑞安同乡会 胡新报各位同事 活动圆满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